我们今天试焊一下M8的焊钉 有碳钢和不锈钢两种规格 然后今天这块母材呢 是一块那个采钢板的一个食欲 它表面进行了一个 应该是一个油漆面的处理 我们首先试一下 它这个油漆面是不导电的 不导电的是不通的 所以说我们在焊接的时候 肯定是需要在焊接点位 要稍微拿角膜机 或者说什么膜片 稍微要蹭掉一点 这样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导电 然后那个今天我们试焊的 我们首先试焊一下碳钢焊钉 碳钢焊钉的话 这颗碳钢焊钉是M8 外镜是5-8的 M8 我四压的M8 长度是18的 M8×18的 我们目前试焊 我们再试焊一颗不锈钢的 也是M8×18的 这个不锈钢的焊钉的焊接情况 首先焊接成型是非常美观的 ICT还是不错的 飞电很小 我们试一下两根焊钉的牢钩钉 阿 我们先试一下 银子已经把板材完全拉穿了 再试一盒 板菜一样被拉穿了一距 劳股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试汗结束